要時間嘛 所以剛才說一開始接電沒有這邊電壓是低電位 然後接下來充電充電它就可以上升到比上線還高的時候 它就開始放電 那我們看一下充電放電的路線 這個知道一下它詳細的計算以後再說 來充電充電呢來 電源在這裡 VCC 所以充電會這樣子充下去 放給它 這個容易了解 接下來等一下放電 放電到哪裡放 它又沒接到腹肌去 你知道 這裡有一隻腳 專門用來放電的 當它達到要放電的條件 這一隻腳就會打開 這隻腳打開 然後 電就會放出去 就是IC會負責幫你處理放電 因為我這裡接在正極 所以充電誰負責 電源負責 放電誰負責 因為你沒有接負極 所以 IC要幫你負責放電 所以當初有說設計這些蠻厲害的 所以整個公式設計起來 充電會經過這兩顆電阻 所以充電的時候會經過兩顆電阻 這個時候 IC輸出是輸出高的 就是會幫我們後面那個充電 再來它充到一個上限以後 它就會開始 它就會進入放電狀態 然後放電下來 剛才放電是走這裡 所以它會經過 R2 放電 所以維持 D 狀態會這樣子 也就是說 它維持 D 的狀態 那後面那邊 還記得剛才我如果把它接在負極 我就會放掉 所以我是為後面做準備 所以這顆 IC 的任務就是 一下速度高 一下速度低 好 那我計算了 這個 這個 我有計算了 今天不要叫你算 可信心可以算 這個 PPT 有需要的話可以留在這邊 所以我設計的時候 留下來了 我 2 跟 6 綁在一起 接了一顆 47 K 我接了一顆 47 K 接一個 100 K 的電容 所以放電會走這條線 上面還有個 2.2 K 充電會走這條線 所以充電是 2.2 K 充電會從正極 經過 2.2 K 跟 47 K 充電充進去 充到 100 K 裡面 所以充電的過程 充電的過程 充電的過程呢 高電位它會有 3.4 兩 低電位只走 47 K 會有 3.2 兩 那這個數字怎麼配 這個數字是這樣子的 我希望呼吸跟吸氣差不多 所以我讓這邊是不是低的 會走這裡 充電會從這裡充進來 會走它又走它 這個是很累贅 所以這個要想 可不可以不要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現在雖然說放電是走這裡 電充保 然後我要放電充這裡放 但是別忘了這裡是高電位 這個電位也會跑進去 所以如果你這裡沒有 理論上要燒標它 我不知道 因為網路上我看過有人設計 說我需要一個高低電位的產生電路 給你啦 然後他說高跟低要一樣多 這個放零 我不曉得最後人家用了怎麼樣 但是我不敢用 我要配一點點 配一點點 這樣它放電的時候 它放電的時候 這邊是電池的正極電也會跑過來 你看這裡充電充保的時候 它電壓上升了 它放電是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低電位 高的會跑到低的 這樣它會放電 但是別忘了它是高的 這裡的電回過來 所以這個放電閘門一開 它放電 它也在放電 所以這一顆不能省 網路的技術資料是說它至少要1K 2K 但是我在想應該跟電流有關係 所以我配了一個2.2K給它 那2.2K可是因為它跟 可是因為它跟這個差很多 所以它會讓 所以呢它相對的比例佔的比較少 於是吸氣呼氣的差距就不會太大 所以看來呼氣吸氣會比較平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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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